自然羊肉怎么做才更好吃 好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做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羊肉鲜嫩入味,不删不腥 准备一块羊腿肉,顺着筋膜分成块 切片的时候要顺着纹路 不然吃起来口感不好,还容易塞牙 先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切条后切成小方钉 肥肉一起切进去,有肥有瘦吃起来才香 香菜一把洗干净切断,根部不要扔 洋葱一个从中间分开,一半切细丝 另一半切条后切成小方钉 准备少量葱姜,加水浸泡,攥出葱姜汁 抓好以后倒羊肉里,加入一勺小苏打 搅拌化开,抓至水分吸收 葱姜水是起到去腥的作用 小苏打能软化羊肉的纤维组织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嫩 接着加入一小勺半的盐 多半勺白胡椒粉 香菜根加进去,能很好的去腥增香 加入切好的洋葱丝和半个鸡蛋 添加葱姜水后调味抓匀 也是羊肉鲜嫩不柴的关键 加了盐,能让洋葱和香菜里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 减少三味,吃起来更香 抓匀以后加入少量冬谷一品鲜 没有可以用生抽代替 抓匀以后加入少量土豆生粉封锁水分 量不要太多,要不就起了反作用 抓匀以后腌15分钟 倒时间挑去洋葱香菜 加少量食用油搅拌均匀 这样下锅以后不会粘连 锅里烧油,油温4成热下入羊肉 下锅以后用筷子划散 先中小火把羊肉炸熟 不想油炸也可以放少量油来炒 大约一分钟先捞出 继续把油温升至6成热左右 倒入羊肉二次复炸一下 这样羊肉吃起来才外焦里嫩 二次炸至时间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掌握 表皮焦黄后捞出控油 锅里底油下入孜然粒小火炒香 中途下入洋葱粒炒出香味 如果喜欢吃辣可以放一点小米辣进去 全部炒香以后倒入羊肉翻炒几下 炒匀后撒一些孜然粉 这样在香味上更有层次感 切好的香菜倒进去 撒一小把熟的白芝麻 撒一些辣椒面味道会更好 因为有孩子吃所以就没放 炒匀以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一道干香油味的孜然羊肉就制作完成 味道不比烧烤店的差 下饭下酒都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我 下期见